好像冷了一下,很死的 然后她说,我们就问她 这个像这种的 有没有机会复原 她说,如果是证实她是脑死的话 她的脑细胞 复原的机会是 接近不可能 这个 她也是专业判断说 所以我们也很相信 那个时候我们就 很伤心的接受 在她的那个 就很伤心,很伤心 接受不到这个事实 可是在就是一个灵感出现说 如果,我就问了医生 如果 人,她的器官 还健在,能不能把它 捐给更需要的人 因为 她姐姐的为人 都是很多人知道 是啊,就,我认识了 我姐姐这样,就是 20多年 因为她的人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我觉得她的人是会 选择她的那些 营养的 然后,我觉得 我就过后 现在才发现到 我大姐每次做的东西 都是在帮着人 她之前啊 每次讲要领养狗 她就讲不能买狗啊 因为我才发现到 她每次都是在帮着人 甚至她做一天 她是在帮 用她的营养 帮到这样多人 好像 营养狗的事情 如果你要养狗的话 她每次跟我讲 你要养狗 你看到一个狗 你就可以自己营养了 就需要特地去买的嘛 因为我说你买了狗 人家可能是特地去 特地去抓那个狗 出来给人家养狗 那我这样吃一次 她知道她们是 冰冰冰冰冰 她会 她自己不吃 她会 身边的朋友 不可以吃 她就是 我们就是 跟她接触了很 一段时间 这些都是 真的知道 如果 我们来今天 如果我们来 代替她来做这个决定 我决定 我觉得 她一定会很 愿意做这个东西的 虽然医生也告诉我们 如果人在乌海 在这个情况下 动手术 可能人会感觉到疼痛 可是我觉得她 会愿意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也尊敬她 所以我们也做了这个决定 我觉得很开心 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可以帮她 给她做了这个医院 如果当时下 我们觉得不愿意 我们拒绝了这个 也是一个遗憾 因为她的器官 医生跟我们说 至少会帮到四个以上的人 因为她的医院 可以帮到两个人 尾巴可以帮到一个 尾巴可以帮到一个 尾巴可以帮到很多过一个 尾巴可以帮到很多过一个 尾巴不是不知道这个 我觉得我姐姐也知道她 她是怕收入她 还可以帮她 这么多人 你可以讲这句话吗 就 就 就我妈妈 是很难接受 然后 刚才还是有讲 我大姐 就虽然她少了一个女儿 她捡出去她的那些奥根 至少有救到三个人 她就觉得她又多了三个孩子 就是她的女儿 就是她少了一个 她又多了三个 她又觉得我的女儿 还在这个世界 她可以感觉到 这样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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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